Hello,大家好,我是Celsior,非常高兴了又在这边跟大家空中聊聊天 今天我们来跟各位聊聊当年的旅行回忆 好的,我们今天来跟各位聊聊 我在十几年前去了一个地方叫做石家庄 我相信各位听到石家庄这个地方是什么 一般台湾的听众应该搞不清楚石家庄什么是什么了 其实石家庄就是河北省的省会 当然因为我们对于大陆的这些地理环境 不见得有多了解 而且一般人你说要去河北观光 我觉得这个机会也不大了 一般我们到的这个地方大概就去北京天津 河北相对起来这种国际级的观光景点稍微少了一点 那么去了河北石家庄也是因为我当时我在北京long stay 就是在北京的段庄去住了三年 想说要出去外面走一走 于是我就先找了个时间先去保定 保定是什么地方 保定就是一个荒郊野外 我不得不这么讲 如果你学过历史的话 保定曾经是河北省前身的省会 河北省前身叫什么呢 叫做直立 直立的总督就在保定 当然了后来因为一些历史的缘故 保定后来就没落了 河北省省会就改到石家庄这边去了 经过保定这边也蛮好玩的 这个地方虽然荒郊野外 但是也是有些景点可以看一看 更厉害是什么 我还在荒郊野外这个地方 不断的听到周杰伦的歌 不得不说周杰伦真是红 荒郊野外到处都听得到周杰伦的歌 还有蔡林的歌相当的厉害 在那个地方小地方 所以你说要看到什么车 我觉得也还好 大概就看到一台Avalon 然后还有一台天津三丰 天津三丰是什么东西呢 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找我们之前 这个天津回忆录这几期节目 出来听听 有跟各位好好讲过 这个神奇的搭载Volvo引擎的车子 那么比较特别的是在保定 还有遇到了一台Corona Exif 就是这个无窗框的Corona 当然这个车子只有右驾了 那为什么会出现在保定这个地方 变成左驾呢 大家就自己猜猜了 去过保定了之后 我就觉得自己一个人出去外面走走 是可行的 于是我大概隔了将近一年之后 又去了一趟石家庄 因为我之前去了保定的时候 真是冷到爆 那个时候是11月初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冷 在室外走一走真的是浑身冰冷 只能去室内喝热汤什么的 实在是受不了 那么我这一次去了石家庄 我就知道要跳稍微热一点天气 所以我改到6月去了 这一次我去石家庄 搭到了很有趣的火车 双层火车 就在大陆 因为他人员的移动量很大 所以他火车有所谓单层 有所谓双层 而且还搭到所谓的特快 特快这个车子 我以前去大陆的时候 也搭过 从北京搭到新疆去的特快列车 当然那个时候坐的是 因为那时候坐了44个小时 所以我们坐的是硬卧的车舱 这一次我去从北京到石家庄 坐的是硬座 这个硬座真的是很难做 真的是得硬座 好在从北京到石家庄 并没有说非常的远 只是受不了 那么我一下车了之后 已经跟当地车友已经有联系了 所以当地车友在火车站帮我接风了 而且当地车友还提供了我们一台代步工具 是什么东西 是一台标志207 各位要了解 大陆版的标志207 跟全球版标志207 完全是两回事 就像大陆有薛蕊龙的C2 C2也跟你一般认知的C2 完全不一样 大陆的207也好 薛蕊龙C2也好 都是标志206 等于算是206的小改款而已 他把外形改的比较像是207 但是骨子里面是一台倒倒地裂的206 所以这个车子走的是经济实惠的风格 我车友也开了这台207 待我在石家庄里面绕了一天 相当的感谢 一开始当地的车友就招待我去吃大葱馄饨 还有烧饼 我们要知道什么所谓的南米北面 南方人吃的是饭 北方人吃的是面 当然也不是只有面 还有这些相对的面食 像什么烧饼 像我以前在北京混的时候很好玩 北方人吃面吃到什么程度 像我去面食吃到什么程度 我之前去北方的车友家过夜 不是过夜 就是一起吃晚餐 他们家主食是什么 是馒头 各位我们南方人会觉得说 馒头不就是早餐 你可能馒头夹蛋 馒头再配个油条 油条好像不大搭 反正就是馒头配个豆浆什么的 早餐吃一吃 不管他们是晚餐吃馒头 那觉得那晚餐吃馒头夹蛋吗 当然也不是 他就是把我们一般南方人 在桌上摆了一盘丰盛的菜 把这个主食从米饭变成馒头 也就是说你是一口馒头 配着一口青菜 配着一口肉片 配着一口鸡肉 就这样才吃了 一开始我也是不大习惯 但是我们就入境水属 所以当地的车友就请我吃了大葱馄饨 再配着烧饼 也是正宗的北方口味 当然我不得不说了 也没有说特别的喜欢 因为我们南方人还是比较喜欢吃饭 吃完午餐了之后 当然第一个目的 我们在外面这种城市 厮杀打混 第一个事情干什么 去那边的二手车市场 因为二手车市场 一定有很多怪车什么的 不过石家庄毕竟 他虽然是个省会 但他不是一个很大的城市 虽然二手车市场规模你说大也还行 重点是没什么活人 我们从头到尾这样看一看 大概只有我们这一组客人而已 当然他的二手车市场非常的广大 就是露天的 然后这个车子就这样一字排开好几个摊位 那摊位上的主人也不太理你了 反正看你就知道 这个已经是过来下课打魂而已了 那这个二手车市场有什么特别的车呢 比较吸引我的 我跟各位稍微聊一下 里面有一台A8W12 不要怀疑 这个A8的W12 这个在大陆算是一台不是很罕见的车子 在台湾这边A8W12真的是没几台 在大陆这个车子是蛮普遍的 而且我看了一下是在正的A8W12 那我也很好奇 石家庄这个地方真的有这种消费力吗 不过A8W12旁边停了一台更夸张的车 这台车号称是当年石家庄的地标是什么 一台超级超级家常的凯拉克Brogham 我一般知道这个家常型的车子呢 大概就是中间加一截 中间加一大截 中间加两截 中间加三截 他这个如果用截来算的话 大概中间加八截了吧 非常的长 我这样目测这个车子可能有十公尺 超级宇宙无敌场 当然也看得出来 他在这中午车市场停了非常非常久 那当地车友跟我讲 这个是以前某一个有钱人的车子 那后来他这个车子卖出来之后 就一直丢在这个地方 丢在这边一直当地标 当然整个车子已经斑驳不堪了 那除了这个超级家常的凯拉克之外呢 还有一台 还有两三台 这个马自达929的旅行车 不要怀疑 我们会觉得929怎么会有旅行车 出来在大陆呢 不好意思 这个车子他来历很好玩 这个车子还不是原装进口的 他是海南马自达组装的 海南马自达最早创厂做 就是这个东西 他不知道怎么样 跟日本的马自达拿到 已经停产的929旅行车的模具 然后拿到海南那边去试制生产 最早就是以这个为创厂之作 各位会觉得 为什么他要拿一台五门的旅行车为创厂之作呢 这边跟各位讲一下 大陆早年呢 他的汽车生产许可 他只准你去坐这个商用车 轿车的话 基本上是所谓的三大三小 三间大的厂牌跟三间小的厂牌 那海南马自达他当然不属于三大三小的范围之内 所以他如果要坐车 只能坐商用车 那商用车最快的一个变动方法就是什么 就是你去坐旅行车 Wagon 其实当时很多大陆车厂都是用这种方式在钻缝隙的 所以这台929的旅行车 在大陆的这个正式的官方目录上面登陆的 就是商用车 所以他的这个编号 他后面有写个HMC6470 HMC就是海南马自达 这个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6就代表他是商用车 如果你是乘用车的话就是7 比方说我们说什么红旗CA7460 7就代表乘用车 6是代表商用车 那这个海南马自达929的旅行车 在那边我看到了几台 也算是这个算是历史的文物了 那另外呢 如果说新车的话有什么有趣的呢 新车有这个一个叫黄海大财神 大家听到黄海大财神是什么东西 你上网去搜寻一下黄海大财神 还有叫黄海小财神 你看到这个车的外形你一定会会晖心一下 黄海大财神呢 他的车头就是那个雪佛兰的 那个应该叫Severado吧 那小财神的外形是什么 就是Toyota的Takoma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当然他只是外形一样 这个配置什么完全不一样 售价也是非常便宜 就是新车就直接在中午车上卖 因为他价格真的是很低廉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几台这个美国车 也吸引我的兴趣了 首先呢 是他里面有摆这个Corsica Corsica这个车子呢 其实当年在台湾也卖得很好 但在大陆呢 Corsica Sundance 还有一款这个什么美国车 那个福特的Temple 这三款车呢 算是美国小车的三节 在当时的大陆呢 是非常普遍的 到处都是 当然现在去看也没了啦 那除了Corsica以外呢 他另外还有两台大美国车 一台是这个Roadmaster Roadmaster顾名思义啊 大陆直接把它翻译叫路霸 真的是一台路霸 非常的大 它比这个别克最顶级的Park Avenue 还要再大 而且它还有一款更大的旅行车了 那我看到这台Roadmaster 它是轿车 真的是非常非常气派 当时呢 这个大陆也是正式进口了 只是数量不多了 那相对 它旁边还有一台这个Caprice 这Caprice看起来就是小小一台 小儿科 其实呢 因为Caprice的车长 我记得也超过5米3 那Roadmaster呢 车长大概5米5米6了 这个真的是一个路霸等级的车子 这是我在这个中午车市场 看到这个有趣的车子 那看完了这些车子之后呢 这个当地的车友 带我去逛逛模型店了 因为他也跟我讲 不好意思啊 这个石家庄这个地方啊 除了这个中午车市场以外 真的是跟汽车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啊 要看怪车呢 就真的是没有了 那就带我去模型店去逛一逛啊 带我去这个商场吃吃饭 那蛮有趣的是啊 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接近了傍晚的下班的时间了啊 发现了这个石家庄那个时候是不会堵车了 现在会不会我不知道啊 那时候也不大堵车啊 真的是一个小地方啊 你会觉得他除了这个省会以外 其实他就是一个县城等级的 再稍微大一点的城市吧 那时候还不会堵车 那么晚餐呢 我们就就近在商场解决了 吃了一个叫做骨肉香莲饭 骨肉香莲呢 其实就是脆骨了 烤脆骨了 然后做成一个盖焦饭了 这个样子啊 其实口味还不错了 那晚上呢 也没什么地方好去 所以我们就在车上稍微聊了一下天 还顺便经过了这个河北省政府啊 其实河北呢 在当时啊 现在可能也是了 就是在大陆的这几个省来讲 算是相对比较贫穷的省啊 不过河北省政府的规模呢 让你完全感受不出来 这河北省有多穷啊 这个是附带一提的 那么在我们两个人傍晚的闲话呢 路上还是遇到了一些有趣的车子 比方说我们找到了一台呢 这个烂在路边的W123家长型的车子 W123家长型的车子 在大陆是一个当年非常豪华车子 而且不要怀疑 它是国产车 它在大陆长春一气城又组过一批啊 这一批呢 也不知道它这个KT键怎么来的 因为它在1986年组装的哦 我们知道W123这个车子在1984年就停产了哦 那为什么他们后来在一气这边组了828台 这个W123还有W13长轴加起来828台了哦 到底这个KT键怎么来的不知道 而且据说呢 我们有实际实验过了哦 就是把这个底盘的编号 把它拿去德国那边查 是查不到任何资料的哦 到底这一批KT键怎么来的不知道 反正呢 当时这个一气有打算拿这个车子来 来取代他们这个红旗CA770啊 只是后来呢这个被奥迪呢 这个彻底的给颠覆掉了哦 因为他们觉得Benz的光环可能太大了 还是奥迪相对低调一点 所以后来才出现所谓的小红旗啦 还有出现这个什么奥迪100啊 这些车子 虽然没有完全取代这个大红旗的观车地位了 不过至少在一些比较入门级的观车呢 也越开始出现这个所谓的红旗 CA7200这些这种比较经济实惠的小车了哦 那这个W23当然现在在路上 你是完全看不到 当时就已经很稀有了 这个算是不得了的车子 另外呢 还有看到这个南京英格尔 南京英格尔又是什么东西呢 它的名称英文名称叫Incore Incore是什么东西呢 你自己上网看一下就知道 哦 它是喜悦的Ibisa 这个车子呢 为什么会跑去南京制造呢 我也觉得很奇怪了哦 因为南京汽车呢 常年是跟这个菲亚特集团合作的 到底为什么会跑了 喜悦的车子为什么会跑过去呢 这个我真的是不大清楚 不过这个车子当年算是卖的不错了 算是有一定的保有量 但是现在也都完全看不到了 OK 那么第二天呢 因为我这个车友 他本身 这个要上班了 这个没有什么空来陪我 所以呢 这个第二天我就自己自个儿去跑了 那因为这个石家中 真的是没什么好居的地方 那我想想不如去隔壁有一个 这个地方叫做镇定 其实镇定这个地方呢 比保定更加的乡下了 那这个这个坐车过去也不算是远 然后想说那就过去那边看一看吧 那其实他既然比镇定更乡下 所以他其实城区很小 用走的就可以走的完 而且呢当地的公车呢 也不算是发达或是不发达 反正就跟计程车一样水着水艇了 也算是这个蛮方便的 那去了那边呢 我觉得就是值得一提的景点 大概就是一个地方叫龙兴市 龙兴市这个地方呢 它是几千 一千多年的庙 应该一千四百多年 里面很有当年那种古庙的气氛 这在我们台湾是遇不到 台湾最早的古迹大概就是 澎湖天后宫四百多年吧 但是呢四百多年的东西呢 跟一千多年的东西 一千多年那个气势啊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呢 如果各位有机会去镇定的话 一定要去龙兴市走一走 这个地方包你指挥票价 至于其他景点怎么样呢 我告诉各位真的是不怎样啊 所以我想说还是早点打到回府去好了 结果没想到要回去北京之前 还遇到一个小差距是什么 因为那天是礼拜五啊 礼拜五那个时候呢 我忘了先买票 我想说到火车再买票就好了 也没关系嘛 结果没想到 礼拜五的票超级难买 我差点回不去了 正好遇到我前面有人退票 赶快这样子一一退一接 刚好我才有车子回去北京了 也算是蛮刺激的 而且这次回去北京呢 正好退的是一个动车的票了 所以呢坐起来也算是舒服了很多 不像一开始来的时候做那个特快啊 这个哇这个屁股都快裂成两半了 OK好以上呢 是我们今天节目内容跟大家聊聊呢 我之前在大陆混的时候呢 去了保定的 不是保定啊 这个石家庄两天一夜的行程 去了当地的二手车市场 的确啦 各位可能会觉得 这个今天节目听起来有点比较无聊 比较平淡一点 没错 因为呢我们这是一系列的节目 从我去石家庄之后 热声完毕之后呢 紧接着又开启了一连串的旅游模式 至于呢我们之后去什么有趣的地方 看到什么有趣的东西呢 嘿嘿 我们就留在下一期节目 跟大家继续分享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内容 非常感谢各位收听 也希望大家去支持我们其他精彩的音频 我是Celsior 我们下期再聊 拜拜